刑多摩需要你 網民流傳創意食法 白粗蠔油蜜糖 喔喔 太好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大哥仔 歡迎收看EG大哥仔 今次又是拍這個 網民流傳創意食法 而今次的主角是我自己很喜歡 而你們都一定很喜歡的 刑多摩需要你 我決定不說刑多摩需要你 很舊呀這個Grid 那就是有四個創意食法 我全部都會做一次 然後試一次 最後選擇哪個最棒的 那現在就先說第一個 一開始跟普通的凝多麵的步驟是一樣的 第一個創意吃法 其實我覺得它沒什麼創意 但有三隻醬是建議可以加進凝多裡面 就會說很好味 首先就是白醋、蠔油、蜜糖 那現在就逐隻試一試 大概一茶匙的白醋 三分一個茶匙左右 那我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我可不可以再加少一點嗎? 好,先煲熟 剛才太多了 差不多了 真的不需要太多了 來,復仇之試吃 這次聞起來的味道溫和很多 拌醋的味道聞起來就未必 真的很香 會有一點酸 真的已經開始 其實我剛才吃過一口已經覺得很好味 只不過那些醋的味道太公公 到我的樣子都變了 我怕我的樣子說服不了你們是很好味 應該沒有人猜到 螢多和酸味是可以這麼配合的 它這隻酸是將平時螢多裡面的味精 酸的部分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這隻超好吃的 所以會越吃越多 事不宜遲都蠔油了 小亮經過剛才的教訓 啊,成功 這麼多而已 那這裡就 好 聞下去就不算太過有味道 它剛好那種蠔油味 好像蓋住了它 盈多本身那些 味精的味 不客氣了 這隻它突然間有鮮味 但是沒得說的 因為蠔油本身都已經是屈肌的東西 純粹是好吃的東西 現在是好吃的東西 那怎樣都一定沒有死 吃到現在為止 輸給白醋 白醋震撼一些 好吃的震撼 那第三樣就是蜜糖 那我先試一試 三種都是肥到爆 白醋好像沒那麼肥 但是形多本身肥 那我不客氣了 然後先拌一拌 聞下去還是形多味比較佔多 這個很特別 你一嘗下去 一感覺到有味 一開始是蜜糖的味 咬下咬下咬下 就會發現原來是蜜糖 包住了形多的味 即是有這層次感 一吃下去是蜜糖 然後才到形多味 平時形多的味 你一吃下去 已經感覺到很熱氣 但是因為蜜糖包住 你又感覺到它沒有那麼熱氣 即是感覺 實質的那層裡面還是形多 很好味 不過可以加少一點蜜糖 那這三天醬都試了 那我自己的個人排名就是 第一名是醋 第二名是蜜糖 第三名就是蠔油 但是醋和蜜糖 是會隨著心情而變動 這個吃法有趣的地方就是這樣 如果你今天說我想刺激一點 這樣就下醋了 如果你說我今天想吃溫和一點 和甜一點的味道 那蜜糖 正得飛起 第一個吃法就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第二個 但是在第二個吃法之前 麻煩記得訂閱了EG大哥仔 還有記得按下訂閱鈴鐺 這樣我出片你才會知道的 就這樣按訂閱是沒有用的 那個訂閱鍵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叫訂閱鍵 第二個吃法開始就創意湧現了 是用麵包夾 那首先就敲一下麵包 那我這個麵包它本身就是課玩熱狗的 所以它自己開個坑 那其實什麼麵包就行了 自己蘿蔔刀割開它 那就是一條坑的 最廢的教學 那首先就放一塊紫菜在裡面夾著 然後就夾著麵下去 死女神 那網絡流傳就是擠些沙拉醬下去 那已經看到那個肥子了 但是我自己一向都是蛋黃醬的支持者 一會兒會試蛋黃醬 現在先試沙拉醬 嗯 那首先那包脆 然後又熱一點 然後裡面煮麵也是熱的 再加上沙拉醬下去 那個溫度已經很適合 我現在咬下去就像什麼 就像是茶餐廳 叫一些麵包 那就有那種感覺 雖然製作的步驟比較繁複 就是對於我來說 對於很多人來說很簡單 麵在麵包裡面的質感也很有趣 我已經忍不住想試一下蛋黃醬 那我不客氣了 OMG OMG 大家加蛋黃醬 不要加沙拉醬 那剛才就像在吃茶餐廳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加蛋黃醬 你以為自己在吃日本的東西 很有日本的味道 那塊紫菜 是會令整件事更加日本 嗯 如果是這些吃法 真的可以令到你暴肥 還有一樣是我室友建議 因為他很喜歡吃芝士 基本配置就是這樣 跟剛才一樣 但是現在呢 就灑上海量的 莫薩里拉芝士 好像是用來做薄餅用 但是我懷疑 車打芝士都OK 總之一會兒還是拿去焗溶 應該不得了 然後我就拿去炸 搞定了 搞定了 嘩嘩 嘩 好邪惡 那現在就試味 切開一半 我還有兩個吃法還沒介紹 吃不下 好,那我不客氣了 那些芝士就跟平常的薄餅 那些芝士的焦的程度差不多 這個吃法也很噁心 因為它有過容的芝士 所以整個包包會再熱了 有一點點吃薄餅的感覺 不過裡面那些是多酷 那你自己想想有多好吃 如果我再做我會再加多一個海量的芝士 即是兩個海量的芝士 本身最想介紹的沙律醬 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蛋黃醬和這個芝士 我自己是覺得平頭的 即是兩邊都很棒 又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心情去選 好,那第三個吃法 就是把麵煎了它來吃 那首先就是一個煮好的盈多撈麵 照舊 都是輕一輕的鑊 然後就放些油 好了,把麵倒進去炒 好,又來了 又來了,又彈彈了 嘩,這裏煮的那些型多味 一邊弄上你的鼻子 好辣香 那我想煎到它焦一點點 即是希望有些麵膠吃一下 看看有沒有 開始成塊動了 看看底部 噢,行啊行啊行啊 脆麵脆麵 那上碟 嘩,那些太黑的好像又太焦了 這邊好像正好,大家看這邊吧 噢,那它就說都是配上沙律醬 那樣吃 那但是我呢 好像是蛋黃醬 不好意思 那我不客氣了 滑滑的聲 哇 Holy shit 好辣好味 是真的像蔥有餅的 那但是呢 剛才我的蛋黃醬呢 我鹽放得少 放得少 放多一點 哈哈哈哈 這些Gym Room又關掉了 那吃法怎麼算好呢 很好味 明星第一位 這三個吃法裡面 最好吃是這個 那那接下來呢 就是第四個吃法 那第二個吃法呢 那首先就要有一個生雞蛋 一些豬肉 還有一些種葉 還有鹹水草 那種葉就一早已經洗好了 一定要洗啊 要不然就會不乾淨 在街市啊那些地方都買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個型多 中碎它 差不多了 然後就 那跟著呢 就下醬 下一點豬肉 那我就不下這麼多了 打一隻生雞蛋下去 差點忘記下一點粉 那跟著呢 就拌了 那儘量拌均勻 要不然一塊一塊就吃不到 那我相信這樣拌呢 應該什麼都暈的了 那跟著來就激動了 因為這個其實是型多種 要浸淋它 那跟著要 那上網都輕輕地看著 那個阿姐教包種 說真的包種我不是很懂 那這裡就盡量做 種葉呢 它有兩條骨的 你看上去它兩邊都有條骨 但你摸上去 原來一邊凸一點 那凸一點那些呢 就是在底的 即是不會碰食物的 阿姐就說 尾搭尾 跟著一摺 那就是一個兜的形狀出來了 那跟著呢 就擺料了 那這裡的份量夠做兩隻的了 那這個就留回做第二隻了 那跟著呢 再包多一塊上去 這樣就摺下來 即是最新的那塊 然後就 那我這塊葉我見到幾長 繞到它軟了 然後呢 就鹹水草了 那我的摘法肯定不正統的了 那我目標也是盡量摘緊它 那它也是說 好 嗯 最重要是摘緊 插 打壓 就是包得不夠漂亮了 所以就把東西漏出來了 但應該也不太大緊要 第一次包到差不多了 出來就差了成一種種的樣子 我明明下去的是麵 現在出來變成飯的樣子 嘗嘗這個型多種是什麼味道 神經病,裡面也很像種 我不客氣了 第一口吃下去 最重的是蛋味 蛋味是很重 就是茶碗蒸的蛋味 然後一邊吃 其實都一邊伴隨著種葉味 現在突然之間好像在吃中菜 但明明裡面是凝多 而有趣的部分就是 我剛才大家都看到我加了微精 微精的味道不見了 它不知道去到哪裡 吃到最大的是蛋味 你真的好像變成了吃種 有沒有說好凝多 我暫時又沒覺得好凝多 剛才就吃了原味 現在就試試下加砂糖 因為平時我不吃鹹水種 我吃鹹肉種 然後多數都是加砂糖 嘗試加砂糖看看有什麼感覺 我是多糖的 雖然我都幾年沒吃過種 剛才說是否拍到 一吹下去就飛了 加糖好吃很多 但加完糖下去 我就發現蛋味又蓋了 但真的好像吃種那麼好吃 可能對時候包種可以省下綠豆 到最後我都是不忘的 一定要嘗試蛋黃醬 之前蛋黃醬明顯就比較酸了 但我發覺拍了這麼多的食法 蛋黃醬才是最厲害的 現在純粹是把蛋黃醬發揚光大了 這個食法也是推薦加蛋黃醬的 當然砂糖也是很推薦的 好 那就試完四種食法了 我自己就覺得排名最高的是煎 煎到它做硬餅那個 我自己是最喜歡的 其次就是加醬的食法 就是煎完之後加醬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性價比很高 你需要做的東西只是好少 因為我懶得了 你做這麼少的東西 加多醬就可以好吃了這麼多 但就算這麼方便 都是打不贏這個煎硬它 就是煎脆它 那個是屈的 那接著就是夾包 因為夾包都叫做多功夫 之餘那個令到你嘩的感覺 又沒有煎餅那個那麼厲害 到最後最差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做 那個製作度有多複雜 這個就大家都看得到的了 如果你在家裡做的 你媽媽以為你精神有點錯亂 無端買種葉回來 而那個出來的結果呢 也都只不過是比較似種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沒有什麼型多味再留在裡面了 但是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食法來的 你們自己又試一下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哪種 我都做到 你們是沒有可能做不到的嘛 在你的心目中 我應該是有一點點handicap的嘛 是不是 好 條片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正片 星期二、三、五就出伊之哥仔 裡面每一集都會有一個音樂的評論 新歌派台 還有一個冷知識 甚至兩、三個冷知識 好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肥子死啦 真是肥子死 出arnt 述烈 iert 你有 雅 雅 余 wilderness 敲